我想說 不是 如果我羨慕的話 我就會 扮演出鬼 原子少年火星成員 濡洋 佳琪 Max 成龍及俊廷 五人所組成的 Phoenix 日前舉辦出道記者會 MV還找來昔日戰有 歐總成員哲言的妹妹 單綱女主角 那時候想說大家可能拍一支影片之類的 感謝大家 或者大家 不料下面有的觀眾直接說 女裝 我要看女裝 然後我就 我就很盛視的答應說 好啊 女裝 OK 沒有問題 2 3 你幾下 Phoenix OK 欸 What 什麼 Oh my gosh 欸 欸 阿姨 你好適合人喔 請問句 除了佳琪跟成龍 我自己有貌相 很話說 就是三天內破百萬的話 就要換女裝的部分 換女服裝 以及OL裝 我講說 不是 如果破千萬的話 我就 換成初衛 好啦 那時候有講就是 千萬的話 就要辦那個 鬼滅之刃裡面的那個秘力 然後我們在編排舞蹈的時候 其實大家真的只花 三天的時間 去練這新的版本 而且其實成龍啊 MAX啊 其實他們真的進步很多 所以才要撂下狠話 就是讓我女服裝去戰勝一切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其實 我覺得 其實看到每個團體 能夠 都有自己的作品 其實我不會覺得那是 會緊張 反而我覺得那是一個 非常良性的競爭 我自己非常喜歡 大家一起往前的感覺 不會不會 因為他們的禮物 他們的禮物我不敢收 不是 因為你知道 就感覺他們其實沒有很細心耶 我覺得 最怕收到誰 我真的最怕收到浦洋 因為 因為浦洋太了解我 他之前送了我一盒 真的假的 假的 假的那種字 對 因為我很怕拉 但是他腳很長 對 我很怕那種 粗腿多毛 然後腹部又大的那種 就是會跳 你們會怕那種嗎 對啊 正常的都會怕 我超怕那種東西 然後他就送了我一盒 我正常常人跟他絕交 留下所有錯 就活動動肥 讓你骨盖沒是非 尋找夕陽 成為夕陽 Baby Face to face GAMO